脸部结构是由皮肤组织 皮下脂肪 肌肉层 骨骼等不同层次所组成 随着年龄增长 组织流失 会因此表现出不同层面的肌肤老化问题 对外面的皮肤老化会先出现一些动静态的纹路 那接下来皮下脂肪它会流失 跟一些胶原蛋白流失会导致一些凹陷 或者是像是法令纹这种更深层的纹路 那如果是筋膜层老化它会表面 会看起来有种松弛跟垂坠的感觉 那骨骼的流失会导致一些凹凸不平凹陷的感觉 跟一些像是法令纹鼻肌体会随着骨骼流失会变得更凹陷 现在有许多医学美容方式可以协助改善肌肤老化问题 最常听到的就是填充注射 电波音波 不过它们的治疗原理其实并不相同 适合的对象也有些差异 注射我们会分成肉肚感菌素的注射 跟填补类注射或者是细胞再生类的注射 那肉肚感菌是针对一些动态的纹路 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抬头纹 皱眉纹等等 填补类注射就是针对像是脂肪层的流失 或者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有凹陷的部分我们去达到填充体积 那细胞再生类的增剂的话 它是可以刺激纹胶原蛋白增生 所以可以达到填补凹陷 或者是填补一些静态纹路 比如说脖纹啊 或者说已经生成了很深的像是抬头纹 那电一波的话 原理也是透过在不同层次去加热 比如说电波它是全层次的加热 达到全层皮肤的紧实 音波的话它是在筋膜层次加热 针对筋膜层去做收缩 所以它可以达到拉体的作用 填充注射的话就是很适合 真的是有一些凹陷 比如说苹果肌流失啊 或者是法令纹 或者是觉得腹气功 就是我们的太阳穴不够饱满 等等希望达到一个饱满的感觉 这个可以用填充 那电一波的话是 先帮助我们的皮肤的层次先收紧 那它是可以针对像是轮廓线 轮廓线可以变得比较利落 或者说脸型 让它再更紧致一点 因此民众可以先透过镜子观察 自己的肌肤是否有凹陷 还是轮廓线不够利落 来简单判断自己适合哪种治疗方式 不过电波阴波都是透过加热 改善松弛肌肤 两者又该如何选择呢 电波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细分成是 单极电波跟缩急电波 那单极电波的话就是 比较常听到的所谓紧实的电波 那它是全层皮肤加热 所有的皮肤会一起达到一种收紧的效果 缩急电波的话 它就是比较浅层 它可能是用微针去达到刺激一个电流 那这个浅层的肌肤 它可能就是帮助一些浅层的细纹 或者说皮肤的新生 然后有些会拿来改善肝斑等等 因波的话 它是只有在单一个层次 比如说它有4.5mm的碳头 跟3.0mm 那不同的深度 针对单一深度做加热 所以选择上还是会建议 这个可能由医师来做促诊来判断 会是最精确的 不论是填充注射或电波阴波治疗 医师都建议 透过处诊面对面评估 才能更精确的选择适合的治疗方式 另外也提醒民众 求诊前应确认医疗器材 医疗场所是否合法 以免使用到未经卫福部核准的产品或仪器 健康医疗网记者吴依文 潘玉乔报道